还有就是我们之间吧 他总是有很多的小惩罚 就是说我说的话不好听了 做的事情不合他心意 他就给我弄了一个指牙板 那指牙板就是他在那综艺上看来的 人家都不是说有意健康吗 虽然说有点疼什么的 我总得撒泄吧 然后这次来到节目了 他还不放过我 说我在节目上说些什么东西 他不高兴了 那指牙板带来了 对 撒到我的箱子里面去了 有请工作人员帮我拿一下 我看什么指牙板 老疼了这东西 是吗 对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要不您给尝试一下 你是让我尝试啊 你感受一下吧 就挺硬的挺疼的 我就十分接受不了 你说你的你说你的 行 那除了这承拔了指牙板的事 还有那个牙刷的事情 就是说他一不高兴吗 这个一般什么情况下惩罚 他做错事情呗 就是他有一点就是 你经常理会不了我的意思 然后就我感觉他就做错了 然后我就给他上这个 我这么踩也不疼啊 那说明你身体好 啊 那说明你身体好 这个指牙板有问题 他一踩就让我踩三十分钟呢 要三十分钟啊 对 你那么轻我觉得无所谓呀 可是我觉得很疼 这东西 哎哟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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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